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鸡的做法 我怕一只鸡不够吃,所以买了半只 首先我们把鸡屁股、鸡头、脖子部位切掉不要 再把它放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用我白嫩的双手把它抓拌均匀 给它来个全身的按摩 把它按舒服了,吃起来才更香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它可以很好地去除鸡肉中的杂质和血水 抓洗干净之后,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 把它彻彻底底地冲洗干净 这样清洗过后的鸡肉非常的干净 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 冲洗干净之后,再把它装入碗中备孕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葱 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碟中 一股洗干净去皮的生姜 给它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碟中 再准备一口锅,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让它烧开 水开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米酒 再放入蒸架 再把切好的葱段放上来 给它平铺开 再把姜片也加进来 最后再把清洗干净的鸡放上来 再盖上盖子,开中火给它蒸30分钟 家人们这个视频建议你点赞收藏起来 不要让第二个人寄到了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关火 再把它取出来放到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泡凉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接着再准备几根香葱 取葱白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些沙姜 用刀给它拍一下 再把它切碎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股生姜 也给它拍一下 再改刀给它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香油 再来一小勺食用盐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我们再淋入一些热油 激发出它们爱的香味 这样做出来的尿汁才会更香 更好吃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再用筷子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哇好香哦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孕 接着我们再把鸡肉切一下 把它剁成小块 全部剁好后把它装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非常的鲜嫩 好吃 鸡皮爽滑 肉质紧实 鲜香无比 肉质也真的非常的软烂 再沾上自己做的酱汁 真的是太美味了 太好吃了 这酱汁也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捐蘑菱天天分享